国际焦点来看到是中国大陆跟蒙古陆军 17号时候在蒙古东戈壁省 是展开了草原伙伴2024联合适应链 这是中盟两国陆军首次进行联合训练 进行了全要素全过程十兵十弹的核练 以应对非法武装团体活动为课题 进步要来深化中盟两军战略互信 还有务实的合作关系 这次核练使我们对作战地域的战场环境 有了深刻了解 演练地域风沙大 地质松软 车辆容易限车 梯队冲击队形难以保持 我们需要不断适应先帝环境 彼此之间密切协同配合 演练项目包含了轮式装甲突击 火力打击 作战保障 后装保障等等 在演习的过程中 无人机升空对目标区域进行侦查 先让画面及时回传到联合指挥所 锁定敌军之后 中方指挥官下达指令 左右翼突击队发动冲击 以及车载反战车的飞弹装甲 突击炮等等纷纷开火 来对敌实施精准的打击 随后中方参训部队紧急协同 区分多路来向敌核心区域来快速推进 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在南海 有争议海域风波持续不断 那么美飞近日举行的是 兼并兼联合军演 甚至出现了将大陆把船集成的训练科目 对此大陆国防部讽刺菲律宾书 根本是阿Q精神胜利法 被问到航母福建舰海事时间点 选择是不是有意来威慑美飞呢 大陆国防部低调地说 海事是预定安排 没有针对特定的国家 中国大陆第三艘航母福建舰 最近完成首次海事 被称为中国海军建设的一大进程 而时间点刚好选在美飞兼并兼联验时 是否有意向南海各方秀肌肉 大陆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 对此特别作出回应 福建舰航行试验是建造过程中的正常安排 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地区和国家 不过对于媒体报道 美飞联合演习 在沙盘上出现了外形疑似辽宁舰的航空母舰模型 参演各国还把大陆制的船只当把船集穿 让大陆军方一笑置之 另外被问到美国哈尔西号飞弹驱逐舰 最近经过台湾海峡进入西沙群岛海域 张晓刚表示美方蓄意挑衅姿势 威胁中方主权安全 向台独势力传递错误讯号 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就在大陆与美飞对峙之际 美国官员16号透露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预计将在本月底 在新加坡与大陆国防部长董军会晤 美方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双方对立分歧恐怕很难化解 达成共识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